好的,我们继续来聊 刚刚说到川普想让 制造业回流 对,他想让制造业回流 然后为美国的蓝领工人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么实际上 从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应该说现有的 既定形成的这种贸易格局 它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因为从经济学上来看 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 都有它的比较优势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说这个电视机 就是美国人发明出来的 但是美国现在还生产电视机吗 应该不生产了吧 它是肯定不生产了 那为什么它不生产电视机了呢 因为它把同样的人力 时间,财力 如果放在生产飞机上 生产药品上 它换取的利润是更高的 因为这个东西 其他国家生产不了 这个就是它的比较优势 就哪怕如果美国人能生产 世界上最好的电视机 那它也不会去生产电视机 对,因为这个时候 它生产其他的东西 对它来讲更有利 那么如果 比如说有一些低端制造业的产品 比如鞋子 电视 手机 放到其他国家去生产了 好像是说 剥夺了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其实是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那就像说 在马车夫遍地都是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汽车 那么这时候马车夫就得失业了 就得失业了 所以在美国最早的时候 很多州它要求 汽车的速度 一定不可以超过马车的速度 但是实际上 那马车真的能阻挡汽车的诞生和发展吗 显然不可以 当然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让美国制造业汇率 从我的个人角度来看 是一厢情愿的 那么再比如来看 你说 不管是桑德斯也好 就是民主党过去的总统竞选人 和川普也好 都多次提到说 想让苹果手机回到美国生产 觉得这样 能让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实更好 那我们还得看 那苹果公司它并不傻 它为什么要在中国生产手机呢 为什么呢 除了成本考量以外 其实中国的人力成本 咱不能说是最低的 除了成本考量以外 还得考虑到技术问题 苹果手机它在中国生产 那么在中国生产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这个珠三角 珠三角地区 汇集了诸多个竞争品牌 那么大家所有的品牌都在这生产手机的话 那么它的供货效率是最高的 它的供应成本是最低的 工人的熟练度是最高的 那这些竞争力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一个集中的生产环境 对它是一个集中的 它是一个产业结构 这个产业供给链在美国是没有的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 那么我让美国制造业回流 那么正好带动了美国相关的这种 供应链 都能带动起来的吗 咱们说没这么简单 这个东西不是你投钱就可以办到的 比如说还是拿手机来举例 中国的珠三角地区 它这个手机的产业链的供给的积累 包括工人 包括设计师等等这些积累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刚有手机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是刚批量生产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的诺基亚 摩托罗拉 包括中国的TCL 波导等等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然后他们因为不断的竞争 不断的迭代 包括技术上的迭代 供应链条的迭代 技术工人 操作工人的这种迭代等等 这些东西都不是你 我一投钱就能搞出来的 它一定是要时间的积累 这个从竞争的角度来讲 就是一个时间的竞争壁垒 其他地方如果想拷贝 那么好 你一定要从头开始 从诺基亚时期再开始 从那个时候的材料 从那个时候的你的合金部件开始 重新开始积累 这个成本又提高 对这是时间成本 这就有点像什么 比如像中国的这个钢铁业 有人说 中国现在这个 每年钢产量已经过一吨 怎么高强度钢 这种高精密钢 还是要从瑞典这样的国家去进口 德国等等 其他国家去进口 为什么呢 还是这个道理 这个不是你投钱 我就能赶上来的 它是需要不断的产业的迭代 这一个迭代 可能就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不是一下子就能赶上来 那么好 那假设说 如果真的把苹果手机 放回到了美国去生产 会怎么样 刚刚我说了 供应链条都是成本 那么 而且不只是成本的问题 还涉及一个产品率 次品率的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 在美国生产的 生产出来这个手机 速度又慢 效率又低 次品率又非常高 价格又非常高 那你说最后买单的是谁呢 消费者 还是美国消费者 所以这就是我 为什么说 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一个说法 但是没有办法 之前我们也提到了 作为一个当选总统 他需要为自己的老板负责 那他的老板是谁呢 就是选民 搞不好他还要 每一个当总统的人 他都还想继续连任嘛 所以他必须要给自己的选民 一个交代 这个就是这样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还是刚刚咱们还说完 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问题 贸易逆差的问题 那么有逆差就有顺差 那么中国应该说是改革开放 尤其是加入WTO以后 贸易顺差 收益最高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看 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 越来越多 很多人说 你这个挣了很多钱嘛 其实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看 为什么呢 咱们首先看 外汇储备的 结构是什么 就是说外汇储备 包含了哪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很好理解了 比如说我在本国 我在瑞典或者在中国 我生产了一个杯子 我卖到其他国家去了 那么其他国家 用什么东西来买呢 用他们的货币来买 比如用美元来买 那么好 我就得了美元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比如美国的企业 想到我们本国来投资 那么他手里面有什么呢 有的是美元 他要在本地投资 他得换成人民币嘛 好 那这个时候 他我们的外汇储备 又增加了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外国企业的出口 比如说美国企业吧 美国企业 他觉得在中国生产手机 或者生产日用品 生产鞋子等等 更便宜 那么好 他是美国的资本 然后在中国生产之后 在中国出口 他虽然占了中国的出口量 从贸易上来看 当然是中国的顺差 但实际上呢 他是彻彻底底的美国企业 那造福于谁呢 他造福了 其实是美国的消费者 因为他在中国生产的鞋子 肯定比美国生产的 质量又好 价格又便宜 那么现在没有官方数据说 中国的外汇储备里面 到底有多少是中国企业出口的 还是美国企业 或者其他外资企业出口的 但是我听说这个比例 应该是60%以上的出口 其实是由外企 就是外国企业提供的 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来看 这个贸易顺差和逆差的问题 贸易顺差逆差就是你买东西 那么我们说美国这种国家 他买了很多东西 难道他吃亏吗 你早上说早餐 我在国内 比如说我去吃个油条 我给你一块钱 难道说我给了你一块钱 你挣了一块钱 我就吃亏了吗 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毕竟把油条吃了 那换到国家里边来看 也是一样的 那美国我坐在这 印美钞就可以了 印美元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这么多 这么多食物的东西 产生了这么多效用 我吃亏了吗 那不能说他吃亏 至少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大家是公平的 就是我愿意花这个钱买 那么你愿意用这个价格卖 我们都是平等的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 关于川普这个话题 就是这个行政令 说是要调查贸易逆差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到这了 好 看不 看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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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